上次和大家玩完Desk Mini 今次和大家玩血星 上星期和大家玩完Desk Mini A38 升級Ryzen 4000 APU之後 網上不少人都對這個主題很有興趣 升級固然快了 但隨之而來的熱量可能會增加 所以蛇速帶了桌面的五款血星 試試配合4650G的情況下 究竟哪一款才是散熱最好的 第一款就是Desk Mini A38和Aflon 3000G 都會跟的原裝散熱器 這款散熱器的賣點是容易安裝 可以用原本的扣具 直接上去AM4的座位 散熱器部分是用濾面的設計 但導熱面的體積和AMD CPU有少許差距 所以散熱效果未必是最好 而頂部會跟7cm的風扇 畢竟是Desk Mini的原裝風扇 所以高度大約只有40mm左右 安裝了Desk Mini A38之後 其實還有充裕空間 第二款是4650G都會跟的 AMD原裝RAFT STAFF的散熱器 這款是AMD原裝的散熱器 但安裝方法和剛才那款很不同 剛才那款是用扣具 這款會用上螺絲的設計 安裝的時候 大家要先把原本AM4上的扣 拆出來 保留底座 只需要4顆螺絲就可以安裝到 它的底部一樣是裏面的設計 但接觸面就足夠遮蓋整顆AMD CPU 而且頂部還有10cm的風扇 論直徑的話 是這麼多款熱聲中最大的一款 不過這款熱聲並不是原生支援Desk Mini 因為它的高度接近有50mm 所以用的時候就要插上頂部的外框 令高度稍微縮短2mm 安裝了之後稍微提起一點點 就可以順利推開整個熱聲進去 第三款就是網上也有不少人會討論的 就是超薄的iD Cooling IS30的散熱器 這款散熱器的賣點是超級薄 厚度只有30mm左右 安裝到Desk Mini和外殼的頂部還有非常充裕的空間 雖然它比較薄 但底部也用了4條Heat-Pipe的設計 可以將熱力傳回上層的輪片 而頂部也會用一把薄身9cm的風扇 為輪片降溫 安裝步驟方面 和之前的兩款又有少少不同 這次就連原生的AM4的底座也不用 直接用螺絲上在散熱器底部的螺絲孔 來做個固定 所以過程就需要拆起整塊主機板 完成之後還原回去就可以了 由於這個散熱器比較薄身的關係 除了跟來薄身的風扇之外 其實都可以轉用一把標準9cm的風扇 裝上去之後 其實都可以順利裝進Desk Mini裡面 至於散熱效果 我們去到測試部分和大家分享 第四款相信都是最普通的 就是NOTA貓頭鷹的L9i NOTA的L9i本身是一款支援Intel的散熱器 但可以通過Upgrade Kit 令它支援AM4 它本身是一款薄身的散熱器 高度大約只有36mm左右 底部有比較大的接觸面 可以遮蓋整個AMD的處理器 裡面連接了兩條U型的Hitpipe 熱力可以傳到頂層的輪片 它本身跟來有一把NOTA薄身的9cm風扇 而安裝的步驟就跟上一款ID Cooling IS-30差不多 都是需要從主機板底部用螺絲固定 而分別就是它多塊金屬背板 防止主機板有屈曲的情況 雖然它比上一隻介紹的ID Cooling IS-30厚一些 但它同樣可以換一隻標準厚度的9cm風扇 而且也可以順利安裝到Desk Mini上面使用 最後介紹這一款和前面這四隻都有點不同 前面這四款是向下吹的設計 這一款是向上吹的 這一款是ID Cooling早前才推出的 就是IS-47K 這款Hitzing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用上吹式的設計 與其他款的Hitzing相比 它的風扇並不是頂部 而是輪片的底部 上吹式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空氣會從內部抽出機箱 令機箱裡不會積聚熱力 但是要留意Desk Mini原本的入風位 就會變成出風位 會令到外殼表面溫度提升 簡單來說摸下去會拿手 至於Hitzing本身 底部就有一個比較大的接觸面 就會連著六條Hit pipe 就會駁回上層的輪片上面 它的高度大概有47mm左右 是Desk Mini可以容納的上限 而它都會跟回9cm的薄身風扇為輪片降溫 雖然它的高度是Desk Mini的容納範圍之內 但是安裝的時候就要花一點點功夫 因為它的輪片面積比較大 裝入Desk Mini的時候 就會頂住外殼原本的防導鎖 所以大家就可能要找一個鉗 去拆除原本的防導鎖位置 拆開之後 踢高一點就可以順利推進去 最後講完它的安裝步驟 方式和之前介紹過的IS-30差不多 都是直接從主機板底部用螺絲固定 裝了之後你就會發現這個熱聲已經預留了RAM的位置 所以裝了下去絕對是不會頂RAM的 那麼多款熱聲就介紹完了 之後就輪到測試的部分 不過開之前提醒大家 裝散熱器的時候 記得記得要下散熱膏 今次的測試會用到AIDI64裡面的Stability Test 去輔助CPU 同一時間會再開Firmark 輔助iGPU 令Desk Mini處於高度負載的狀態 我們先看看溫度的表現 從軟件的讀數來說 那麼多款熱聲的CPU溫度 都是去到94-95度 基本上去到95度 溫度不會再升 系統會降頻幫你降低發熱量 而稍微有變化的就是iGPU的溫度 最低的會是NOTA的L9i 而最高的就是上吹式的iD Cooling IS-47K 那是不是代表Desk Mini其實用什麼散熱器都會過熱呢? 那當然不是啦 那接著第二個Graph就是它們負載10分鐘後的運作時物 iGPU的時物 這麼多款熱聲都沒有變 某程度系統沒有打算降iGPU的時物 來降低發熱量 但是CPU的時物就會見到差異 當中A300的原裝熱聲 iD Cooling IS-30 以及IS-47K CPU時物會降到3.8 以及3.7G的水平 代表這幾款熱聲 是壓不住4650G全負載的發熱量 時物保持到3.9G以上的 有AMD原裝的RAFT STAFF 以及NOTA的L9i 剛才介紹的熱聲都說過了 iD Cooling IS-30 和NOTA的L9i 都可以用標準厚度的9cm風扇 IS-30換了NOTA的A9PWM之後 降頻的幅度是少了 去到3.83GHz 但是L9i換了A9PWM之後 時物反而微跌了10MHz 去到3.94GHz 換和不換基本上是沒有分別 最後蛇叔都試試將IS-47K的原裝風扇 換作NOTA L9i的原裝風扇 測出來的結果有很明顯的增長 負載前面可以去到3.95GHz 成績與NOTA的L9i看齊 接著就輪到風扇轉速和噪音量 那麼多的風扇裡面 轉速最高的是A38 原裝HeatSync的7CM風扇 去到3500RPM 其次9CM的就是IS-47K跟的原裝風扇 會去到2700RPM 而NOTA的A9PWM 就是轉速最低 只有2000RPM 至於噪音量 最高的是IS-30的原裝風扇 由59.6分貝 其次就是IS-30和L9i換了NOTA A9PWM後 分別錄得58.7和61分貝 同一把風扇會拆出不同的分貝 是因為HeatSync的厚度差異 會令風扇更貼外殼 加上外殼入風口的阻擋因素 噪音量就會上升 至於溫度表現最好的兩款 NOTA L9i和IS-47K 配合NOTA L9i的原裝風扇 得出的噪音量是55.3分貝和53.7分貝 而這次結果不同的原因 是因為下吹式的NOTA L9i風扇在頂部 較貼近入風口 上吹式的IS-47K風扇位於輪片的底部 距離入風口有較遠的距離 所以結論撇開散熱效果 上吹式會比下吹式靜一點 看完測試結果 當然要來個總結 這麼多散熱器中 NOTA L9i散熱效果是最好 散熱器造工好還不再趕 配上A9 X14 PWM 噪音量也不高 如果大家直接買支援AM4L9a 效果可能更好 不過價錢可能要花近$400 至於唯有一款上吹式的ID-Cooling IS-47K 玩味十足 換了風扇後散熱效果也不錯 不過有兩點要值得留意 第一點就是它要改動Desk Mini的機箱 有可能會影響保養 第二就是要額外買一把NOTA風扇 加起來的錢可能跟NOTA L9a或者L9i差不多 所以就不太建議一般用家使用 要表現平均油底用的話 一定是4650G送給你的RAVSTEPH散熱器 不用額外洗錢又有這樣的效能 性價比一定是最高 至於最後兩款即是ID-Cooling IS-30 和Desk Mini的原裝散熱器 平時用來上網甚至打機 都未至於會過熱降頻 不過如果要洗錢買的話 基本上可以不用考慮 說到這裏 這段影片都接近尾聲 不過我還有兩件事想說 第一樣就是無論裝什麼散熱器都好 都記得要下散熱膏 第二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幫忙分享出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著這個影片 請論文來拍子 阿朗